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焦太公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聊武林中事 昨天啊 中国的一位太极大师 城市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陈勇 跟这个徐晓顿进行了一场比赛 这个陈勇啊 他去年的时候 好像是在深圳电视台吧 做一个采访的时候 当时呢 他是做一期节目 这个节目中呢 他有一个收图 然后这个收图的过程中呢 他就表演他的武术 然后说呢 他要挑战徐晓东 说要打破这个徐晓东呢 说这个传统武术不能打的这种谎言 然后是慷慨成词 然后徐晓东呢 肯定是个逆汉子嘛 说可以 打呀 来 我们约地方去打 就是来来回回呢 这个陈勇呢 老是不应战 然后就是找这个条件 找那个条件 默默唧唧呢 拖了快两年时间 然后是昨天终于把这个地方给落实了 而且是到一个山上 在那搭了一个台子 外边还没有人 旁边也没有观众 就是一些这个圈内的人来搞这个切磋 然后这个太极大师呀 又是让所有的穿过爱好者 非常的失望 大概就是五六秒的时间吧 因为比赛开始以后 这个徐晓东呢 就是踢了两脚一拳 这个就非常简单 两人一个照面 然后做这个架势 然后呢 徐晓东又左腿呢 先来了一个踹 正面一个踹 然后陈勇往后一退 然后呢 左腿呢 又来了一个边腿 这一下踢到了陈勇的这个左腿上 陈勇一个利器 然后徐晓东一个左拳 算是一个次拳吧 一拳打到陈勇的面门上 陈勇就不拳了 直接是打了靠到那个后面的护栏上了 然后裁判问打不打了 正说不打了 这就完了 我觉得这个陈勇呢 还没有打到KO那个程度嘛 可以继续再打一打了 况且你想 约了这个面子上的成分 徐晓东应该是给他点面子的 你只要好好的表演一下 那像你打个三十秒一分钟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啊 因为这已经到了一种 就是一种交流的层次了 连比武两个字 在这个场上都不敢说了 那么你想想 他坚持一下有啥呢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点连马宝国都不住了 他还比马宝国年轻 对不对 那马宝国被放翻两次都不认保 第三回才是放倒了 这你起不来了 我看那个精神啊 还比陈勇的要好 这个陈勇啊 确实是吹得太大 实际这个场上表现啊 太差 首先没有一个拼搏精神 对不对 你也是一代宗师嘛 你只是挨了一拳 并没有KO嘛 你还可以继续再打一打嘛 但是没有打 所以啊 我看了陈勇这个比赛啊 更是坚定了我那句话 中华有神功 都怕徐晓东呀 吹得多厉害的大师 只要跟徐晓东交手 都是差不了几秒钟的时间 对不对 连个超过一分钟的都没有 那要是放开打啊 就是放那个MMA那个规则打 那好多人都被徐晓东打死了 真的 那要放开没人拉架 按照地上还能打的话 那你像田野 马宝国这种 那就是让人打死的 所以这个所有的船我啊 都是垂牛批 所以我非常讨厌中国文化的假大空 我现在是支持所有的人呢 对中国文化的假大空啊 进行一个批判 把这种思想的糟糕给他弄掉 观众也不要误解江太公的意思啊 就是好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保持它 发扬它 那些假大空的东西 必须把它打掉 这个文化啊 也要把它进化进化 特别是近几十年啊 真是啥东西都有 从那个气功 武术 太极 这些东西全都是骗人的 还有现在据说是 大陆流行什么仁波切嘛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 虽然那天我太太一个朋友 女的打电话说她出家了 在哪出家呢 就是有一帮人 他们约了个厂子 往那一住 就算是出家了 住在小区里头 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 就是拉供奉 就是拉赞助吧 就相当于一个变相的传销呗 就是把这个宗教 也变成一种敛财的手段 就弄成这样了 所以我太支持 那个徐晓东打假 对不对 包括一切假的东西 我觉得都应该打 前两天徐晓东 还有那个袁登飞老师 都出来指责那个李毅 那么像李毅这种人 是不是也应该打呢 对不对 那是正眼说瞎话嘛 就是要把中国人 往那个歪的地方去引嘛 那这种人更应该打 这两天啊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人民日报啊 点名批评马保国 说是马保国的闹剧啊 该立刻收场 开始点名批评马保国 大家都知道 马保国这个家伙呀 也是个中华武术的败类 吹牛批 让我来说啊 那马保国就一点功夫都没有 连个支尔八斤的太极拳 都打不出来 他那是完全在那胡弄的 虽然我不是太极爱好者啊 但是我也见过别人打太极拳 就是从这个健身的角度来说 他打的那套太极拳啊 让我来说连健身都打不到 那就是个鬼畜舞嘛 抽筋舞嘛 在那抖来抖去 对不对 还说那个闪电五连边 就凭的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 就凭的就能把人打倒 那完全是突破物理规则嘛 那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这样一个人 现在是大红大紫 尽管国内这些网络上 是拿他来审仇 但是这也代表了一种国民心态 马保国前期也是挑战徐小动 然后到了这个场子里头 要比的时候呢 打110 最后没弄成 但是借此 把他的名声吵起来了 就咸了呗 见好就收呗 对不对 名声也出来了 各个媒体也都采访了 中央电视台也采访过他 牛吹到一定程度就咸了嘛 但是这个牛呀 是越吹越大 最后可能把自己也吹信了 他这一次被打了这次呢 据说呢 本来也是给他约了一个 传统武术的一个人 也是七十多岁 他俩们应该是半斤八两 那肯定 两人都知道咋回事嘛 肯定上去表演一下就完了 本来呢 是约了这样一套比赛 是想糊弄大家 糊弄一点流量的 结果到了比赛 跟前呢 那个老师傅给病了 不能上场比赛了 这时候呢 才临时选了那个 王庆明 这个业余武术爱好者 就说 你呀 上去把这个比一比 当时马宝国也衡量了嘛 这个业余武术爱好者 啥也不会 才练了几年传统武术 那肯定是不详的嘛 他还是满怀信心的 觉得一定是能打过他 结果这个王师傅呢 也很害怕 他后面说他也很害怕 他还专门呢 找了一个拳击教练 给他教了几下 现在搏击的一些东西 所以第二天你看 这个比赛的时候 那王庆明那些出拳 弄伤都是很不规范的 就是那 前两拳 把马宝国打倒了 那马宝国还算精神可以 不服输呀 第三回又上了 结果一拳 打了一个躺在地上 站不起来了 这就彻底完蛋了 当时人们都想 这一下 英明可倒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马宝国跟嘴会说呀 说的好得很 然后他那套词呢 现在成了网络热词 什么年轻人要尊敬老人 对不对 什么好自为之 等等这些东西 现在成了网络流行语 各种热场充斥着中国的网络 你要说一个马宝国 你进去看看 各种各样的都有 搞笑的 这个改编的 演的啥都有 很有意思 成了一个全民的一堂娱乐盛宴 所以人民日报发话了 立刻停止这种恶嘲 说这是破坏公序良俗 与中国的这个文化道德不相符合 而且就说他是 哗众取宠招摇撞骗 说到底就是一场闹剧 就是把马宝国批的是一文不值 那么胡锡进呢 也上来说他就是一个无知的小丑 这些人现在都来踩马宝国 实际让我来说呢 马宝国最起码比你胡锡进要脸一点 人家卖丑只是卖自己嘛 对不对 你这个胡叼盘 你卖丑卖的是全中国人的丑呀 对不对 你想想你比别人丢人丢的多了 而且你跪舔的是官员 那么马宝国是娱乐的是大众呀 其实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 那么我想呢 人民日报为什么封马宝国呢 我深层次想啊 他可能是这样子 老百姓呢 这几年也确实被言论管控了 心里头肯定也特别憋得慌 那么这口气怎么去发呢 对不对 那么就是像我们去嘲笑阿Q一样 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态 就是拿马宝国这种丑的东西 我们来吹捧他 就相当于那个喝倒彩 就是把对这个社会啊 跟这个共党的不满呢 在娱乐马宝国的过程中呢 把他释放出来 实际你最后慢慢看看啊 他有些词就慢慢的变位了 有些词慢慢的开始像老购那个头上去 靠了 有的人就说了 马宝国吹个牛算啥嘛 那上面有多少人吹牛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都有一种影射意义 另外从这个网络层面来说呢 这个人一说到马宝国呢 很容易联想到徐晓冬 对不对 那么这个徐晓冬呢 又容易联想到徐晓冬街道的那些人 可能更容易联想到徐晓冬那个好朋友 陈秋实等等 妈滴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妈滴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这个事呢 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呀 不断的去扩大 所以人民日报就发文呢 要把马宝国封杀 那么我想的马宝国可能这个 很快这几天呢 就会从这个网络事件啊 就会消失的 那这个没办法 中共让你消失 那你就是立刻消失 我想的马宝国这个牛呢 到党国面前 可能再也吹不下去了 实际这个事呢 也挺好的 让老百姓呢 通过马宝国这个事件呢 就来看一下 你党国能任意吹牛 说脱贫就脱贫 说致富就致富 说这个厉害了 我的国就厉害了 那么老百姓冒充一个武林高手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这个事呢 可能是也刺痛了中共的一些地方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就这样跟大家随便闲聊一下吧 我想大家都有大家的看法 但是对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假大功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 希望有更多的人出来打谈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